昨天的會員大會主題是決議文,不是補選 你們不知為何我去到,因為我故意辭去 我們現在不在其位,去投票就算了 決議文,之前主席給我看過 既然是行委會大家共同意見,我也不便智慧 最多是在文字上的謬誤,幫你執行 我們是這樣的角色,至於決議文講些甚麼 我們完全沒有參與,必須在這裏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你應該是決議文討論,需要時間長些 老實說,你先投票,然後再討論決議文 為了來投票的人都離開了 你不能充分討論決議文 所以我發言的時候,我特別強調這個決議文 大家要仔細看清楚,謹慎思考 修改了之後,你決定了 就是可見的將來社民連的方向 至少在這一屆的行會 這個真是知事體大 就不是你在發洩情緒可以解決問題 大哥,你主從不分 就把行委會選舉 放在前面 接著就 然後他招了一半的人 然後才討論決議文 我覺得 這個是值得要檢討的 我不知道你是下次行會會不會檢討會員大會 放入議程 另外我剛才提到 我會拿回會議規範 當然我不會干預你行會會怎麼開會 我不需要教你的人怎麼開會 但我會在黨校教那些來上課的人怎麼開會 這是很重要的 有一套東西,對不起,真的 那套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也都是上式 一個人講話 就不用什麼規則 那個叫做獨白 兩個人就叫做dialogue 都已經有一點點規則 你不可以有你講,沒有人講 已經沒有得對話了 三個人 或以上 要研究事理解決問題 就必須有一套規則 這個叫民權初步 我告訴你 這個叫民權初步 你要實施民權的時候是第一步 先要學會這件事 所以無論你機關 機關 或者政府機關 什麼部門 接著到社團 到一間公司的董事會 它全部就是一套這樣的規則 是不是 他未必一定說 很仔細有些 譬如一間公司開董事會 他一定有個紀錄 有個主席 參與發言的人 有一定的時間給你講 諸如此類等等 這些都叫做開會 開會 開會又可以吵架 沒有問題的 又可以拍台拍椅 社民的特色來的 我們開行為會 長毛最流行的 說說走出去 不說 不說就好 走出去 然後走回來又跟你說 這個是長毛特色 開會就是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不可以開會的人 我告訴你 但是長毛有一個好處 你們要學的 長毛迷 他怎樣吵架都好 你會決定之後 他便會遵守 他不會在外面說 跟會議不同的事情 這件事要學 各位 他一樣是拍台拍燈的 一樣在那裡丟臉媽媽 但是你會通過決議之後 他是不會說NO的 他是不會說跟你相反的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告訴大家 這些才是民主程序 這些是民主的風範 所以真的要學的 所以為什麼我什麼都不想做 要搞黨校 我們上個星期六 開選舉班 研習班 83個人來上課 開玩笑 第一課 我們沒有實質的事情 告訴你 就是一個所謂introduction 給了資料 給大家回去看看 下一課開始 全部實際的事情 所以報了名 上個第一課 沒有缺貨 缺貨一次 以後我們的班 就沒有你份 現在我以為 班主任的身份 告訴大家 還有我們開這些班 是貼錢給你 虧本的 不是虧本 是貼錢給你的 我們不是在你身上 拿你的錢來用 是貼很多錢 將來我們有出版 我們有網台 有很多這些事情 我們要註冊 做學校 現在暫時 博下夢 是興趣班 所以真真正正的 所謂黨校 那個訓練 是明年 年頭開始的 所以我會減少 如果我們沒有做黨務 我就可以有些時間 出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是可以去衝去撞 但一定要有料 這個我經常強調 有些人又說 我們老氣橫秋 叫人倒書 又炸我認識 又開十個姿勢 你動我 什麼所謂的 是你那個白的 但你改變不了 那個說法 你改變不了現實 你是不行就是不行 改變不了 你罵我一千次 都改變不了 你是不行 我的問題在這裏 你說你罵我一千次 可以改變到你好 那我被你罵一萬次都可以 被你挑戰一萬次權威都可以 所以很多人是不明白這個道理 當然 吳文婉因為他主持 他第一次 所以有待改善 因為一個會員大會 還有今次會員大會 是特別多人參加的 因為他牽涉過選舉 這個選舉是有競爭 有競爭的選舉 還有後面有很多人去拉票 這個在民主政治 在政黨裏面 是非常之正常的 我告訴大家 我們千萬不要有個觀念 就有些盲無記者問我 哎呀這樣就權力鬥爭了 我問誰政黨沒有權力鬥爭啊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權力是直 權力 這一點 如果你去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沒有這個權力的欲望 沒有權力欲呢 你是不能參與政治的 那個道理很簡單 這個權力欲望 你不能夠偉言 每一個人都有的 你明白嗎 那你幹嘛去參選 沒有權力欲 但這個權力欲 是被人貶低了 這個是與生俱來 欲望是人 你明白嗎 如果你這個道理都不明白 不要搞政治 但是權力欲呢 是要有一個制度 是吧 去令到權力欲 是一個合理的宣示 即是有一個制約 是的 你以為沒有制約的權力欲 哇這樣就糟糕了 那就變成像胡澤東這樣 你明白嗎 就變成像民主黨某些人這樣 是吧 一言堂 但是我們不能偉言權力欲 你不要貶低它 是一個人的 直根於人性 是一個本能 正所謂 你沒有這種權力 你是做不到這些公共事務的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比可取而代之 黃毓民 我可以取代你 徒均衡 我可以取代你 比可取而代之 我要保持我的權力 我要奪取權力 全部都是直根於人性的 我告訴你 但是要有一個制度 所以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一定有派系 我一早就預言 不是今天講的 我創黨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是道義的結合 又沒有太功夫 朱玉勳 是吧 個個當然是 頭上有道德光環 喂 都有三席 跟著有些明望的時候 做行為 或者做權力核心 就 有得威嚇的時候 或者可以運用一些資源的時候 大家就會爭